也有朋友問,他有$455買的 真是入得不錯 你覺得應該繼續拿著還是怎樣呢? 更新一下,摩根士丹利給了他一個評級 目標是看100美元的 Bilibili 目標是看100美元的 其實如果計算比例100美元 還有一些上升空間 不過始終Bilibili也是維持著一個下降的通道 這個要留意 他也是在下降通道的上續 50天線沒錯,升穿了收復 但是指標性,我想你也要多看兩天 所以你問,我可不可以先拿著呢? 既然你有水位,我建議先拿多兩天 看看50天線的支持是否足夠 足夠的就再看下一站 下一站是680美元 如果50天線也守不住 就只顧了,你起碼可以吃 無論如何,由於你的買入價漂亮 那個防守性都挺高的 所以就可以有條片給你這樣去操作 看著50天線,看看是否記得運